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什么会 林全会 洪秀柱当众发表了一通演讲 我首先我想起当年孙中山据说人家是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 洪秀柱这次还引用呢 说我们国民党的理想是什么 天下为公 对吧 可是怎么我觉得现在国民党越弄成这个 同样是范仲淹说这个进意忧退意忧 就好像怎么着都没戏 都很扭捏 怎么做都不大对 对啊 他也不太容易 因为坦白讲什么终极统一 这是一个把柄 这是国民党说好像跟什么主流 台湾的主流民意不太服 什么什么拿着这个来做说故事 说事 可是真的是因为整个他觉得带动不了立法委员 他们那个地方选举 那个立法会的立法院的选举 他们那个真的是好吧 到最后就出来拼了 我常觉得刚你讲到女人 我觉得中间有一个性别的作用产生 假如洪秀柱是一个男的 我觉得不会有今天的地步 为什么 怎么说呢 因为当初假如洪秀柱是一个男的 他就不会跳出来选 当然我现在说没办法证明 我是用观察 因为男人算得太近了 机关算近 而且要面子 当初是你朱立伦 什么王金平这个那个不出来选 没有人出来选 那隐隐约约他觉得 聊聊 为什么呢 隐隐约约觉得说 我反正是个女人 OK我出来 只有女人会有这种气魄 在那个时候 男人就觉得 总是觉得我丢不起这个女 对 这不会出来 其实他刚一出来的时候 很多的那个女性选民 就会跟他老公说 你要投给洪秀柱 你看这国民党都出 没有一个男人来扛下这个责任 所以还是那时候 他的一度 他的声势是非常非常好 但是因为他太早出来说 他要这个抛砖引玉 就后面原本想等着说 都没有候选人 都没有候选人 等到那大家推举 结果我在出来的那个朱立伦呢 就是哎 怎么这个棋就被打坏了 原本大家就 原本朱立伦的算盘是说 OK大家都没有出来 最后呢 受党内征兆 我被迫就可以出来 那我就责任就小一点 因为我今天是 没有人出来选 我被选嘛 结果洪秀柱出来 已经就打破了他 那种原本想选 又不想选 的那个棋 只好去支持他 我是怀疑了 韦杰 因为假如是这样的话 当初朱立伦 不会把话说得那么死 他说了三四遍 我不会选好吗 我不参选 因为坦白讲 我不参选不代表 如果你们推举我不选 没有 因为假如他要出来的时候 他不需要这样子 因为他是党主席 为什么呢 因为这就是我说的 男人机关算尽 他这一次大家都说 什么蔡英文 可以躺着选都赢 国民党好像输定了 据这样说 那这样输定 他出来选怎么办 他可能真的要吃掉新北市 他选输了 可能国民党主席要下台 重点还不在这里 重点在下一届怎么办 OK 他的整个筹码都输尽了 我觉得他是不出来选的 可是后来种种变化 可能立委那方面 真的推不上来 他没办法 但是我们这个隔岸观火 看的全是这个人生如戏 就是其实 为什么我这个谈政治 经常是这个嬉皮笑脸 因为我有个根本的虚无感 我老觉得政治的事 内幕后头还有内幕 那不是咱们能明白的 但是至少演出来的形象 我现在感觉 洪秀柱是不是代表着 某种一个理想主义的符号 他是不是就是 我就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我明知道我这个民调 跟对方相比差这么远 但是他就说了 就是说你这个得失的计算 不应该超越我们的价值 那就是说为了价值 我们可以殉道 我哪怕没选赢 但是我们国民党的灵魂 我觉得他也 他是殉岛主任出身的 就洪秀柱以前 殉岛主任出身 殉岛主任爱讲这话 所以殉岛主任出身 他有一种就是对他来说 规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他会觉得说 我今天依照了党内的规则 我出来竞选 我也过了这个初选 然后投票等等 我正式成为了这个 照理说我都已经 照你们的这个排局来玩 到最后 他也自己讲说 我到底要不要跟党 对部公堂 我要不要跟他们这样 然后造成更多的撕裂 但也因为他有这种 就是这种 殉岛主任的这种气势 他也会觉得说 如果我这样做的话 其实也违背了 我当时希望说 抛砖引运 让大家团结 所以他自己也两难 如果说他今天跳出来说 那我不管 我们怎么样 国民党你就是选了我 我就是要硬干的话 那不就跟宋楚瑜当年一样吗 就造成国民党分裂 那也许在之后 他又被算账成为一个罪人 洪修柱结过婚吗 没有 没有 找过男朋友吗 他没有告诉我 我不知道 他没有写信告诉我 我不知道 我觉得中间 韦杰说的完全对 中间假如我们把性别的因素 加进去 更是好看的 我一直坚持说 假如他是男的 他当初就不会出来 因为我刚说了 面子问题 机关算紧 好了 就算是男的出来了 到最后 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什么 他还在那边上台 人家开会把你炒鱿鱼 你还上台要演说 很委屈 非常委屈 那假如是男为什么不会这样呢 男的话 我觉得了 又是机关算尽 早就接受了招安 好吧 我就公开说我生病了 我就不选了 我隐退 你们台湾叫什么 蔡汤圆 蔡汤圆 早就被收编招安 可是中间有个女的 而且她是很有理想主义的女的 当过殉道主任的女的 所以说好 你们炒我犹豫吗 国民党可以不要我 我不能不要国民党 甚至前台其次说 我不能不来 我就站在台上 冷眼看见你们 看见你们怎么样来违反 不是违反 搞了一个很荒唐的程序把戏 我觉得因为她是个女的 才有这样局面 对呀 她一开始上次 我记得跟王猛谈这个问题 她还是 就你看作为一个大陆人 她是觉得 就说是 其实我认为王猛说的 不光是这个国民党的大佬 而是她可能有时候觉得吧 这个是不是中国人 都往往有点啊 尤其是男人 就像我们呢 过于瞻前顾后 你知道吗 大算机关算尽 你看有时候反倒是 你见到一个小辣椒 一个女子 是吧 粗福皮头 不顾一切 我要选就选 哪怕没戏 是吧 我站出来 而且他最后 他还是合法程序 获得的这个提名 结果你看到最后 我就觉得 我就觉得是不是 国民党这些大佬 已经输了分了 你因为都报道出来 现在媒体社会 朱立伦又找他说 然后洪秀柱就是说 我问朱立伦 如果你不让我选 朱立伦说你不要选 你不要选 然后他问朱立伦 他说你不让我选 那么你们准备谁选 他朱立伦不肯说 最后是朱立伦 你自己选 择无旁贷 对 然后你看朱立伦 要不就说 他是新北市长 对吗 然后呢 就是说 现在民进党就说他 他就说 我还当这个新北市长 选不上那个 我也不会丢了新北市长 然后我呢 请假三个月 但是你看 这个精细的很 就是说 我把三个月的薪水 不要了 那样就清清楚楚了吧 我去选 我为什么选呢 我开头不想去选 是你们征召我 是你们征召我 你明白吗 这就好像说 我觉得这个男人 有时候这个算的 有时候跟 而且我觉得 我觉得这个洪秀柱 出来选 当时是感性思考 他真的有一种 真的是先天下之后 就觉得说 国民党百年老殿 50年党员 怎么样看着他 这样子衰弱呢 所以他会觉得说 我要来承担这个责任 但是其他所有 在棋局里面的人 都是我出来选 我要考虑 比如说OK 我们说如果是 王金平出来选 王金平今天出来选 这个如果是 以台湾选举来说的话 你的后台内幕啊 什么黑金元 官说等等等 都是会不会 亮出来台面上 如果他今天把自己 放在洪秀柱的位置 出来选的话 他有多少可以被大家 翻出来的事情 当时他马王正争的时候 就是因为官说这个案子 他有没有办法承担 今天是民进党人 来挑战他 对这个朱立伦不是说吗 他是说他跟他的太太 已经我觉得像临终遗言了 希望你下辈子 不要找一个搞政治的 对 就是你知道他就 有一种啊 这个借势 我就发现中国的男人 有时候琢磨到 人精的这个程度啊 真能琢磨到这种程度 有些时候我听他们 就是说演一个电影 比如说有几个男明星 你知道这几个男明星 决定去不去 他这个 你从朱立伦这个事情 你就可以看得出来 你看这个就是说 选不上 很大有可能选不上 所以呢 我可没没出去 我没出去 我也不上腕 在演艺圈里就叫 我也不上腕 我也不丢人 对吧 可是呢 我现在去了 我没选上 我没选上 我就为党做牺牲啊 是你们征召我 我是听从党的命令 我出去有所承担 哎 你看这个 算得太厉害了 对 你刚说只有那个红瘦柱 一拍松补出来 我想起另外一个人啊 红瘦柱的哥哥 红瘦拳 哈哈哈哈 你想说红瘦柱的哥哥 怀热了十五岁 别忘了 红瘦拳是什么 要广东楼 去考试 对吧 考不上 一次两次三次考不上 然后躺在床上 突然就觉得 哎 我其实干嘛要考试啊 上帝是我爸 耶稣是我哥 对吧 然后我要传道 搞太平天国 当初红瘦柱也是嘛 突然想 哎 你们男人都不来出来去 好像突然他就感到 我来吧 就像他哥红瘦拳一样 就一拍松补就出来 假戏真做 那后来 结果呢 他碰到了曾国藩 对 非常委屈了 对 而且对 你讲这个鼓啊 我 我也有个联想 就是你看现在这个 选举啊 是一个什么 我看这个北大 有个教授叫李玲 我经常看他的书 他这个研究孙子兵法 他就很有意思 因为我听我另一个老师 有一次深有感触的说啊 他说现在中国人跟人之间 玩的都是兵法 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 就是这个李玲就讲啊 兵法和军法是不一样的 在我们古代啊 其实是有军法 但是大多都失传了 比如说有一个叫司马法 那个讲的就是军法 什么叫军法 比如说你组织军队 你要招兵 你要养兵 你要有规章制度 你要制兵 平常不打仗的时候 你要制兵 至于说这叫军法 他就说西方到很后 都没有一个像样的兵法 西方的基本上是以军法为主 所以你看 甚至他能联想到 你看西方重制度 他这个就是军法 相对于这个制度 但是中国不知道 可能也有偶然也有必然 到最后呢 是兵法大行其道 那过去有句话 就是这两个怎么分别呢 叫就是治国用政 对吧 用就不是 治国就以政 就是用兵呢 以齐 就是齐 就是兵不厌诈 兵法就是具体的 这个谋略和这个 对 没有规则 就是唯一的规则 这就是兵法的原则 所以你看 他到最后觉得 你看咱们搞选举也好 搞这个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好 和平年代 不是打仗 但是 但尔虞我扎 但最后弄成这个兵法 所以我不禁 我就上次想起 我在台湾碰见一个老和尚 也是教导主任 老和尚呢 老和尚当然是佛教的这种 消极的价值观 他就根本就是说了 他说 他说竞争就不叫 就不好 我说为什么不好 他竞争啊 会带来斗争 斗争会变成战争 虽然他说的很 很干嘛 但是你可以看出来 你说西方人是不是也这样 没有 那当然从历史会可以有个对比 可是我觉得假如李林老师 所说这种情况 让我想起 有人说过 中国过去几十年来 所有事情都被简化为斗争的策略 坦白讲 从五零年代六零年代一直下来 大家最读的书 最要看的文章都是讲 一切是斗争的工具 一切是斗争的方法 所以整个斗争的思考 变成好听一点 策略思考 我看到现在好多内地的年轻朋友都是 看什么事 人跟人的关系 男女 男男 两代之间 什么都要从斗争的策略的角度来看 到最后是什么呢 我以前讲过 不太好听的 就说 变成在你眼中 别人不是人 别人是个工具 这个工具是让你获得 权力 金钱 名气 甚至男女之欢的工具 假如呢 你在我眼中 我评定你 不是叫工具的时候 那你是什么呢 你也不是人 你是一个障碍 你妨碍我 你妨碍我 老师我现在看起来像是个障碍 还是像个棋子 想要离下头发 你是一个可以利用的工具 对 对不起 那又看白天还是晚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刚就说这个李玲教授有一回就说 他说这个很有意思的孙子兵法 就是说这个北大哲学系组织过一个 他给老板们讲这个孙子兵法 结果呢讲了俩钟头老板们不满意 说怎么还没到正题呢 讲正题啊 他说孙子兵法什么是正题啊 三十六计啊 然后李玲教授告诉他们 孙子兵法和三十六计 一个在两千年前 一个在两千年后 你知道吗 三十六计不是孙子兵法 他说什么那个耳鱼我诈呀 趁活打劫啊 指桑骂槐啊 这个满地奸商都会 不用我讲给你 老板说退钱 就是说中国人你看商战 他就是搞这个 出来一个狼图腾 本来就是就是讲一个一个小说 但是好家伙多少中国企业就是我们要有狼性 对 狼性 这就是在行兵法 就人与人之间在行兵法 这等于把所有事情都讲价格 不讲他的价值一样 不是不讲了 因为假如说他们不讲价值啊 不讲value 名义 那好像扭曲了他们都讲 可是永远是价格放在前面 甚至为了某些事情的价格的price 那价格的高低 可以牺牲他的价值 我们应该有这样的观察 可是话说回来 我觉得红兽柱还是有机会的 怎么说呢 他应该跟宋楚瑜联盟 我以前说过 你看宋楚瑜七十多岁啊 整得多么好看 我猜是 七十多岁回春啊 听说台湾现在微整形啊 就给我们这个老男人呢 整得特别好 因为微整嘛 台湾医美特别好 就是你看不出来 就是你打这个打那个打那个 有需要吗 最近这个什么 台湾的一个整形医生 出来说人家Angela baby 说是 咱别说 这个要看第二集啊 不是我说的 你们台湾一个整形医生 说的 他说什么 好奇 我等一下上网查一下 待会查一下 那另外呢 给那个 秀秀 在祖祖 祖祖 祖祖姐 我喜欢叫他秀秀 就是红秀祖 也是嘛 六十多岁 秀秀是已经是六十七岁了 你看 还是整得那么紧 所以我觉得他们 跟红薯鱼 不是 不是跟红薯鱼 跟宋薯鱼 差十岁是吧 可是说实话 这个好看这件事情 现在在政坛 我觉得自从这个 我觉得自从这个 甘乃迪之后 好不好看在电视上 特别是这种 肯尼迪 对对 肯尼迪 就是他太重要 比如说 刚刚结束的 那个加拿大的选举吧 选赢的是反对派 然后我们就想说反对派 人家执政党 都已经执政了九年 一看 帅的跟什么似的 年轻又帅 然后看完大小 那如果今天我不知道 投谁 我可能也投他了吧 你这个看脸的时代 我跟你说 连这个俄罗斯外长 都明白这件事 对 你知道俄罗斯 就是上那个叙利亚的 打那个SS 然后有个那个 卡塔尔的那个记者 就问 说你碰见其他武装组织 怎么辨认 他们是不是恐怖分子 俄罗斯外长 拉夫罗夫 长得像就算 看脸的年代 看脸的年代 所以咱们现在 要格外看看 红秀权他妹的脸 红秀权 红秀权 红秀权他妹 红秀权他妹的脸 你讲 这手指头有这个 当年天王的这个风采 是吧 这是在 像是在哭诉吗 没有啦 他在那个党内 党内初选的一些表决 你再看下边 这是在康熙来了 对 这是康熙来了 跟这个小S 他能赶这个 把小S骂的都寒碜 就是说这玩意 挺有挺喊的小辣椒 你再看下边 你别以为人家没有女性的一面 你看 卖萌 也能卖萌 可是我这么个精神脆弱的人 我真的是有时候挺佩服的 就是我想象这个 因为我想象的都是戏剧性的 你想一个女人 当然不知道是不是弱女子 你看自己拉票 然后自己取得资格 最后国民党这些大男人 这些大佬 就是说为了我们党的胜利 你不能参选 对 你不能参选 然后你要不服 全党召开一个特别会议 特别会议上 那就是屠宰你 对吧 你就一个女人 还要最后发表演说 最后她就说 我讲完之后 我将拂袖而去 你们来决定 到底要不要我参选 而且到最后 她也没有完全放弃 这个大家会挺住的 这个希望 她就站得很稳 所以我打过这个比喻 有点像台湾文艺片 师傅被赶出门 对不对 然后一群 那个公公 赎公老爷 怎么来 把你开个会 把你赶出家门 就是这种台湾的 文艺片悲剧 所以我说 她应该再出来 我刚讲了一半 她应该跟那个谁 宋楚瑜 搭档 组成联盟 然后政策是什么 主打台湾的医美 你知道吗 你们选我 我们保证每人每年发医美年金 他们台湾喜欢发年金 老人年金 什么医学年 保健年金 每人发两万块 保证你那个医美免费 我觉得台湾那么流行 这可以 对 真的 可以这样用 我那天还看见李敖写的一个微博 就讲这个宋楚瑜 他就是说 赞美宋楚瑜 他就是说 当年全王阿里 30多岁了 最后一战 还是要出来战 对吧 按说你可以退隐 对不对 但是他就说 全王阿里 在跟年轻人打 打最后一战 就被技术击倒 他就是说 这个老全王 我可以倒下 但是我是最后 最后我也敢于一战 被人打倒 这样来退幕 来落幕 所以他说 70多岁的老英雄 宋楚瑜 在他也挺身而出 但是呢 就是选举击倒了技术 其实宋楚瑜 原本是红兽数出来选 说宋楚瑜还挺 就是还挺开心的 想说 那票应该是往我这边留 你看从朱立伦上台之后 哇 他每天都演不一样的戏 他今天这个就开始哭嘛 就在台上就哭了 朱立伦哭了 那个宋楚瑜就哭了 对 就阴阴期盼说 朱立伦 台风要来了 新北市 很多人淹水 很可怜的 然后再来就是说 我不要做玛丽连锋路 就是那个国民党那天开会的时候 刚好大佬坐一排 然后媒体就开玩笑说 马英九嘛 然后连战嘛 然后一路 朱立伦嘛 马力连伦 就一路这样过去 就他 马力连伦 梦是谁呢 梦我还不知道是谁 梦空 梦想大陆 梦想大陆 连战梦想大陆 去大陆做生意 马力是朱立伦 这马力 他同音嘛 朱立伦的力 马力连梦路 连心连战 全部都连在一起 然后他就 他就出来开玩笑 他就出来说 我不会像他们一样 我刚不一样 他现在也有点知道说 如果朱立伦上了 他的票就会被瓜分掉了 他的优势就没有 跟他跟洪秀祖 他说的确 我同意李RO先生说的 很厉害 七十多岁 而且我还注意到 每次出来穿个白衬衫 我说宋楚瑜 七十多岁老先生 我父亲七十多岁 像每天黑衣黑裤 然后坐在公园 那个下下棋 有时候调戏一下大妈 就这样 那七十多岁 你看他每次出来演讲 那个眼光是发亮的 所以我就想说 他可能也明知道自己会输 拿不到权力 可是没关系 男人在追求权力的过程里面 已经非常过瘾 光是追求权力的过程 已经可以让你的荷尔蒙 肾上线全部出来 所以他不需要整容 他就是每次觉得自己老的点 就说那我来出来选一下 反正台湾选起这么多 每次想整容的时候 就说选一下 然后我就充满了活力 他六十岁已经开始整了 他哭可能是因为人被整形 怎么整得这么长 枪枪三人形广告之后见 我不禁地引用两句 这个临时全带会红秀柱演讲里边的 个别这个字句 你瞧他怎么聊 要不是真是教导主任 就是中国国民党 从两个甲子以前的 星中会同盟会 一路蜕变成长 他曾经是由大地上一群 感受人民痛苦最深切的青年 组合而成 创党的先辈认为 五倍处今日之中国 无时无地不可以死 好像这是当年 他说 但是今年年初 无论外界如何催促 党内天王再三婉拒参选 秀柱和多数党员一样忧心如焚 为了避免外界绩效 泱泱大党竟无一人应战 秀柱择无旁贷的投入初选 希望借此唤醒大家 共赴党难力万狂澜 结果你们就这么回我 然后就是说 一个政党可以失去一次选举 但是不可以失去他的灵魂 可以失去他的版图 但不可以失掉他对价值的坚持 成败胜负本是常态 但是失去党魂党德与路线 这个党必将沦亡 这话 对我们党也很有气 他讲的真的很好 然后我们就讲说 他一边讲应该就是 打巴掌 下面全部都在打巴掌 这个感觉 但是就说兵法 最后就是成败论英雄 我听说 就是的确这么一换 是不是民调数字就有所上升 确实是有所上升 但是其实我觉得 如果是以选战来分析 我个人觉得朱立伦也知道 他出来选不上 就是选不选得上 还是位之数 但是至少确实是在立委选情上 或是有帮助 因为国民党的话 他就是一定要冲到 他希望可以拿到 冲到过半 就过半 那如果说他在立法院的议席 没有过半的话 再加上如果是蔡英文 又拿到绝对多数 就是说等于是说 如果他今天想要修改法律 或什么的迈向其他的 往另外一边走 或干嘛之类 他确实是有行政能力 去做这些事情 所以会变成是朱立伦 他一定要出来 用这种方式去拉抬 我知道 我问你 就是说你看红袖柱 我都觉得挺惊讶 他一下子提出 一中同表 过去这一直是九二共识 一中各表 他这提出终极统一 一中同表 其实国民党也就是因为这个 就觉得你说你这个 能得到这个台湾一个大多数的 一个选票 就很担心 你觉得是不是 他这个议论在台湾 我觉得台湾对于维持现状 这四个姿势 他已经太深植了 因为我们不知道改变 会带来什么东西 百分之五十多 你根据民调 你很害怕说 你不知道说 第一台湾 你们看 什么 他们是高丝 整 终 好